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的粉色细嫩的出水 网友,裤盖就要穿粉色,又潮又甜 现在的王一博是不是在逃离裤盖 以前是有神色,气场大开 现在眼睛一软,衣裳也变得粉嫩柔软 这真是出乎意料 王一博还是逗逗的时候 真的很有个性,气质也是仙人的气息 有一种陌生人不应该靠近的气息 还有一种优雅的感觉 他穿着时尚 很有个人品味 这是时尚杂志喜欢的类型 辨识度很高 现在,他不笑了 现在他总是甜甜地笑着 抿着嘴唇,他很高兴 抬起头来,用力地笑 用力地笑他完全没有距离感看 细数一下最近的王一博 粉色系搭配越来越多 给人一种嫩出水的感觉 瞬间变小了不好 粉丝都忍不住 这下好了 女友粉都变麻烦了 王一博 别这么水灵 皮肤还这么好 让女生都汗眼了 可是,不得不说 猛男不都是经得住粉色考验的吗 粉色的王一博 看起来真的好甜 回到了王甜甜的时候 你们不应该是乐得合不拢嘴才对吗 粉系的王一博 总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错乱感 爆浆的口感的冰淇淋 清新甜蜜还结束 今年的主流色系 粉色在王一博身上 很好地表现了一番 也得到了不少反馈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中 王一博的海报及宣传片中 粉色就已经凸显了 降红色的石脑外套 配上粉色的拖地喇叭裤 着实惊到了我们 特别是那条粉裤子 真的想说 王一博引领的潮流 我们有点欣赏不来 幸好是他穿 别人说 我是一眼都不想多看的 无独有偶 最近太平鸟家推出了新季款 粉色系成为主推的流行款 果然非常符合王一博的气质 这种粉色系的休闲外套 直接把王一博拉回了少年时代 嫩得出水了 用句流行的话 OMG 这也太水嫩了吧 是的 我们都看到了 王一博穿粉色就显得很白很嫩 所以呢 在录制节目中 王一博的粉色元素 也经常性地出现 街舞第五季中一开场中 王一博就是粉色衬衫出镜 配酒红色的毛线帽 听说现场被王一博帅到的人不少 很多男生都经不住盯着看了好久 穿最粉的衣服 干着最爷们的事情 王一博的骨子里 这种矛盾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终于知道了为何好多人说 王一博是那于很多男明星中 男性粉丝比例超高的一位 虽然外表让人感觉是个爱豆系的鲜肉 可是内在却是纯爷们的硬气 总之 那就是猛男穿粉色 让给你把持不住